平安好医生公布了全年的业绩 去年是亏损 按年收窄19.5% 收入则是增长51.8% 武汉肺炎带动线上问诊量的急增 主席王涛就表示说 虽然武汉肺炎无可避免影响中国经济 但社会也因此对仍然是刚起步的 互联网医疗行业接受度提高 成为了行业发展的机遇 预期集团经营亏损会逐步减少 继续维持2021年可扭转扭愧为应的一个目标 从数据来看 平安好医生表现得不错 这段时间却被另外一件事情 搅得有些头疼 疫情之下 口罩成为非常稀缺的资源 1月22号 平安好医生通过其官方微博 推出了一个狙击疫情共度难关 为全国人民送口罩的活动 他的官方微博表示 用户可以登陆平安好医生的APP 来免费领取口罩 同时会在全国11个重点城市 通过当地合作药店 免费为市民发放口罩 首批发放的口罩将超过1000万只 这听上去本来就是一件好事 但是随着这个口罩的不断送出 在接到口罩的用户当中 却出现了不少质疑的声音 本来因为应该是一个公益之举的赠送行为 也似乎是逐渐变味了 平安好医生在活动宣传当中 使用的是3M的防尘口罩的图标 而用户在进入到领取界面之后 提示口罩价格为20元 同时也可以领一张20元的优惠券 来抵消商品的价格 但用户需要自行来支付10到18元 不等的快递费 由于当时是正值春节前后 口罩的生产成本是大幅上涨 加上口罩本就是属于一兆难求的情况 所以很多用户就觉得 花个10块到18块的一个快递费 得到一个口罩 其实还是非常划算的 然而当各地用户陆续地 收到口罩的时候 却发现他们收到的口罩 它不是那个3M 或者是其他品牌的N95口罩 更多的就是那个普通一次性的口罩 一次性那种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像平时街上 就有很多卖 包括我们这种也是说一次性口罩 是的 因此的很多消费者 就聚集到平安好医生的官媒下面 留言反应 就说你得给我退款了 同时很多人认为 平安好医生这次送口罩赠送活动 是一项噱头的营销活动 而非公益之举 抛开是否存在疫情热点 恶意营销来说 本次送口罩的活动 它确实给平安好医生 带来了很多益处 而这些益处本身 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 推广营销本身了 首先本次这个免费送 一千万个口罩 确实是为公司带来了一个 低成本拉新的一个效果 众所周知 随着现在这个互联网 移动的在各行各业当中的 渗透率是越来越高 而各互联网公司的拉新成本 其实也在水涨船高 像腾讯 网易等等 这些游戏用户 淘宝 京东 拼多多 这些电商用户 还有爱奇艺 腾讯视频 等等这些视频用户 单拉新付费用户成本 都在百元到数百元人民币以上 而平安好医生 本次的赠送口罩 是需要消费者下载APP 并且注册会员购买才可以领取的 很多人当时就是冲着这个口罩 才来下载并且是注册的 也就是说 其实它的拉新成本 仅为一个口罩的价值 也就是几毛钱或者几块钱之间 如此低的一个拉新成本 在疫情这种特殊时期之下之外 是很难实现的 相信如果公司有一亿个口罩存货 也都会拿出来做一个免费赠送 其次平安好医生在运费上 也是做足了文章 而其免费送出的口罩成本 大概率是能够通过赚取用户的 快递费的差价弥补的 平安好医生送的这个 平安好医生赠送口罩 但用户自己需要支付 10到18块不等的这个快递费 所以它整个这个成本 从这个快递费上 就应该已经能够覆盖得了 没错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据了解这个价格 一般就是日常的顺风 或者是京东快递同城 或者是异地基建的零售价格 对于消费者来说是正常不过的了 但是平安好医生 在按照2C的价格 收取了用户的快递费之后 其真正支付给第三方 快递公司的价格 其实是一个2B的快递费 也就是说 它的一个快递口罩的一个 单个均价 远远会低于用户所支付的价格 所以有人就认为 本次送口罩活动 很可能就是会是一个 零成本拉薪甚至是赚钱拉薪的行为 而更为精妙的是 本次活动可能会使公司的 财务报表的层面更加好看了 细心的人就会发现在 实际操作的印面 会显示出口罩实际是20块的售价 同时领券以后这个抵减售价 而通常我们在其他平台 换取免费用品的时候 是直接填写收货地址 确认对方发货 公司为什么会单独设置一个 购买家领券抵减 这样一个更加复杂的环节呢 这其中肯定是有原因的 确实 这样的安排 其实你要是从这个 企业财务的角度来设置的话 如果说公司直接不设置 商品价格 在公司财务处理过程中 会直接将口罩的一个购买成本 进行一个费用化处理 如果是做拉薪的赠品 就进入到销售费用 如果是捐赠公益的话 就会进入到其他业务支出 对收入和毛利端呢 其实是没有产生任何的影响的 也就是说 在财务中口罩的销售 会被寄入公司的总的收入 而发放的同价值的优惠券 会被寄入这个销售费用 这就意味着公司在赠送 1000万个口罩的过程当中 账面上就会产生2亿元的收入 以及2亿元的销售费用 尽管以上的设置 并不会影响公司的净利润 但是对于平安好医生 这样仍然处于一个 亏损状态的公司 利润并非其核心考量指标 而是增加的这个部分的收入 可以使公司体现 一个更高的收入增长 那么这显然对公司的报表 会非常好看了 而公司的毛利率 也会因为赠送口罩而得到提升 原本几毛钱到几块钱的口罩 全部以20元每制的价格来出售 在毛利及毛利率上 将使公司大幅的提升 那么送口罩事件将平安好医生 是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不过即使没有这一事件 平安好医生本身 在这一段时间也是站在一个聚光灯下的 自本次疫情爆发以来 医疗行业相关的公司 都是受到了人们大量的关注 而主打互联网医疗的平安好医生 无论是在用户量以及问诊量上 都是呈现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那么业务及政策上的多方利好 也使得平安好医生在股价方面 是迎来了一个近期的大涨 但在收入来源上 平安好医生在2019年 对于平安集团仍然具有较高的依赖程度 公司仍然面临着自身造血能力较弱的问题 现金储备上 基于公司在pre-IPO轮 以及在IPO过程中 分别获得软银及公开投资者 巨额的融资款 因此尽管公司仍然处于经营活动 现金净流出的状况 但账面现金储备依然充沛 截至2019年末 账面余额仍然是接近了 50亿元人民币了 对没错 从这个综合业务和财务的实际状况 其实从长线来看 这个平安好医生所在的板块 价值是无限的 那么公司本身也在发展当中 只不过在发展进程当中的方式 可能还需要三思 毕竟现在野蛮生长的时代 早已经过去了 没错 其实在平安好医生这样的一个事例上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像没有这个疫情的爆发 可能没有很多人去关注它 但是如果你现在受到这么大的关注 未来刚怎么样走得更加稳健 而不是说整个这个疫情的 疫情总会过去的 当疫情过去 大家热度都降下来了 平安好医生 还是不是能够有现在这么高的一个声誉 就要看他真正做些什么呢 我们会持续的关注 好了 这一时段的财劫世界 就先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